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看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12月14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3日21点30分 把握大事板块抛弃片门个股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四屋日将至波动率上升 在咱们昨天呢说了一个票 我指的昨天就上一个交易日啊 咱们说了一个AGCO 后来呢在逆时当中呢还不错 有人就说说是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抬轿子 在这说股票抬轿子 把这个股票抬起来的 那我应该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啊 另外呢咱们当时也说了 说认为呢AGCO呢还没有调整到位 本周呢是四屋日的周 那等这周过完了呢我们可以考虑 我们可以考虑看看那支票 另外呢就是在周二的时候 咱们说过一个大麻的小票啊 说完大麻小票之后呢 这两天呢也是震荡之后呢 有一个小的涨幅啊 这些呢绝不是说是让大家抬轿了啊 虽然他涨了一毛钱 因为他本身他在九毛钱嘛啊 涨了一毛钱就涨了10% 为了这个呢主要是认为呢 他为了避免退市的风险啊 他应该是把这个股价给抬到一块钱以上 从目前来看呢 这两支票呢都不错 但是还是跟大家说啊 四屋日将至 一定要防范风险啊 而且呢大家也不要想着 是我让大家抬轿子啊 这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跟大家分享 这就更多的票了啊 如果要是这么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先看一组经济数据啊 11月份的PPI最终需求 呃 月度呢持平 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 年度还不错啊 年度呢一直认为呢 今年应该降幅比较大 看来后来这几个月的PPI呢 复苏的还算不错 说明呢 企业呢还算 活的还算不错 但是呢老百姓现在可能差一点啊 就咱们亲身的感受可能差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救助法案迟迟没有出来吗 而且呢 这次出来的救助法案呢 都是救助企业的 好像不再像以前似的 说给这个呃 民众手里发钱了啊 这不打算发钱 呃 12月密西根大学的初步信息 是预期呢 是76.0 81.4 呃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这个疫苗啊 在 人群当中 已经发酵 就是疫苗的作用 大家呢 都看着这疫苗出来 所以信心有所恢复 呃 总体上呢 昨天的 我指的昨天 就是上一个交易日的总体走势 是比较纠结的 开始呢 是往下下砸了一下 砸了之后 又 迅速的拉起来 啊 我们可以看 到五盘的时候就迅速拉起来 这当时咱们也做了一个盘前的 预估 呃 走出这样的走出呢 最重要的是当时啊 这块 说是政府要关门 呃 如果要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如果政府要再关门的话 那就真废了 呃 结果还不错 在 临近 中 呃 临近下午 中午刚过之后 通过了一个延期一周的法案 啊 就拉起来了 那么延期一周呢 就直接把球就踢到了本周 本周又是四五日 所以呢 需要大家呢 特别特别防范一下风险 啊 咱们提示风险 已经提示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好在呢 由于啊 周末 辉瑞疫苗的这个 排发 现在呢 来看 从盘前的情况来看 呃 VIX呢 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今天是星期一 一进入星期三 就进入高度紧张期了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呃 因为呢 从周五的情况来看 先是啊 三月份的电子迷你合约 已经跌到了3620点以下 这个数据啊 很多人不太注意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数据 而这个迷你合约 是模拟 跟踪标普指数了 也就是说标普指数 有可能要回到3620点以下 而且呢 也说了啊 说标普面临着10%的回调 那么这10%的回调呢 我觉得呢 有两个时间点 我们需要关注 一般的老说圣诞行情 圣诞行情 圣诞行情呢 一般都出现在一月份 圣诞行情之前 有两个日期 原来是一个 就是关键是18号这个四五日 另外一个 就是到1月5号 跟我们周有关系 我们周这块这个参议院 这块选参议员的 就是选参议员 就是国会的参议员 如果要是 乔治亚州 这次再翻蓝 再翻蓝 就是选总统 如果翻蓝了吗 如果再翻蓝 就有可能 整个民主党 控制国会 加总统 如果是这样的 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中期 中期啊 不是短期 中期呢 会对股市呢 有一些利好 或者说是 相对的中短期 原因呢 是很多次期法案 会很快的就出台 非常非常快的出台 股市会玩命涨 涨些日子 但是长期肯定不好 因为民主党上台 有可能就要加税 而且很有可能会把 医保给拉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注意 短期就玩命的加仓 如果要是 听见这个乔治亚这块 真的翻蓝了啊 短期 它往下砸 如果要是说 股市反应不好 往下砸 别怕 反倒加仓 因为短期呢 应当是 民主党很快 会出台一些刺激政策 我们加仓 反之 如果民主党 没有上台 是共和党 控制这个参议院 那倒是一个好件 好事 是什么呢 是长期的股市 会稳步上涨 还跟现在似的 小步快跑 小步快跑 慢慢慢慢 小碎步往上走 原因是 短期之内 可能很多东西就出台不了 而中长期走势呢 由于民主党的什么作为可能都难以完成 拜登就成为一个跛脚总统 从长期来说可能对股市反倒是一个小幅上扬的行情 但是如果要是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 我们短期风险一定要注意 这是1月5号 明年1月5号 实际上也就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半个多月 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现在了 还有一周 还有一周 就是这本周末 就是四五日 这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而且现在还面临着什么 是12月至3月的合约展期问题 就是roll over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年度 季度 月度 三重 打击之下 三重这块波动的打击之下 波动率上升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手中的股票一定要做好保护利润 而对于整个市场的前瞻 从目前来看 我个人的判断 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做空 这个股指 做空股指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本身您手里有头寸 那么做空的话 对冲一下 对冲风险 这是比较保守的 我现在是对冲这部分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 是是不是要加大这个做空的力度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一直犹豫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最怕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刻 就是在本周 四或周三突然间两档达成共识 告诉说这个小一万亿的啊 九千八百多亿的法案通过 如果是通过了 那我这个做空的又不是对冲这部分的 如果要我多做出来的这部分 那可能会被直接就打爆了啊 那我就只能止损跑了 好在好在现在我还没有做 我现在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这一条 明确跟大家说 从现在市场的情绪来看 应当是有空头力量释放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股指 非常不好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看股指啊 15分钟线 昨天 一开盘 开的有点猛啊 我们可以看啊 一下就拉上去了 对吧 从这一下就拉上去了 拉上去 现在到了真正该开盘的时候了 现在离开盘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发现它死叉了 而这块高高在上 这块死叉 这是一个典型的15分钟 也就是短期顶背离现象 短期顶背离现象 那下跌的概率就比较大 而 对于60分钟这块 如果15分钟顶背离 60分钟可能就要死叉 如果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60分钟的调整 注意啊 这不是标准的顶背离 这是一个大跨度 因为这块我们可以看这块 已经把顶背离 把底背离给做完了 所以说呢 这块的顶背离呢 不是标准的 但是它是一个大跨度的顶背 这块是一个高点 这块是一个高点 而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的这个高点 和这块 再加这块的高点 正好形成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60分钟的头肩顶 我们可以看 这块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 60分钟 也就是小时的 一个尖 一个头 这再出了一个尖 如果60分钟死叉 我们再看这块啊 MACD 这块 一个大跨度的顶背离 加 上面一个头肩顶 这玩意要砸下来的话 那可就比较 惨了啊 那比比较惨 那么我们可以看 那可能就是这样 画下来 至少要是跌的话 那得跌到这个位置 就3600点附近 60分钟的 而且呢 我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 我的颈线呢 画的并不是太靠下啊 如果颈线要画的靠下一点 那这块就得再延长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还是以防范风景 而从日线上 我们来看啊 他刚才的3600点 或者3580点 这个区间 是什么位置呢 哎 正好是前期的 这个W底上来的高点 如果要跌狠点呢 那就3550了 3550 3530 这个位置 回调 第一波 个人认为 应当是在3%到5 因为 摩根这块说是杀10% 10% 他不应该不是说 夸一天就杀下来啊 有可能是分这个两波啊 分两波 第一波杀个3%到5 反弹1%啊 或0.1% 夸再杀一波 3%到5 这两波10% 这差不多啊 10% 那就又杀回到这儿来了啊 就基本上又杀回到这个位置了 这块的风险 在本周 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么今天的大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呢 咱们还是以这个分析 抛弃这种片门小票的个股 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介入 或者什么时候介入 您去择时去 咱们只是分析 个股的一些 现在的基本面 和它的技术面的情况 具体的择时的时间 和您什么时候介入 那么您得自己把握 那么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加转发 我们 A股市